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天听他们讲说彭丹愿意来我们节目 我脑袋中就浮现出 我开始没听清楚以为余丹 都算超女是吗 听到你最近一句名言 说冲记者 我觉得在今天这个年代混名人 就得学会应对之道 是吧 你比方说他对记者的问题 有些那种八卦记者 就问什么胸什么的 人彭丹来一句什么 我不光有胸 我有胸怀 是你说的吧 其实当时我是说 他说你拍了15年的主旋律 都没有人知道 然后大家都以为你还是在 拍那些香港的商业片 然后突然一下子 因为最近南临湾知道 你拍主旋律了 你会不会觉得很冤 你会不会觉得很委屈 我说其实一个女人不能光有胸 最主要有胸怀 我说是女孩子 我不是说针对我一个人 那你的胸怀是什么 我觉得我的胸怀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作品 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的主流的甲子观 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主流甲子观 如果你有这么一个目标和方向的话 你在这个过程中间的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容忍 你知道我觉得他身上 为什么我觉得真是一个话题人物 可以当作一个话题讲 就是咱们也不用讳言 最近说到彭丹 它是有几个关键词 比如说全国清联常委 是全国吧 甘肃政协委员 然后现在拍主旋律影片的导演 制片主演什么都是他一脚踢 甚至连剪辑都是资格剪的 然后说当年的艳星 演过一些性感的影片 好像甚至还有红色家庭 这些关键词组织在一起 徐老师你产生什么胸怀 我想知道你拍 做艳星 跟做红色经典 跟做政协委员 这三件事情有什么共同点 我觉得首先是有一颗 共同点是有一颗赤子自新 因为你无论是拍香港的商业片 也是有对电影的热爱 那你拍主旋律 也是对电影的热爱 然后做政协委员 我觉得是对你 生你养你的国家的一种回报 因为你必须要 我觉得不光是政协委员 要参政议政 是所有的老百姓 和我们的大众 都应该参政议政 这样我们的国家 不就会更加和谐和团结吗 你的觉悟高 没有就真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我是当年是公派留学生 就是国家培养我 我从八岁学舞蹈 学芭蕾舞 北京舞蹈学院 他外公是尊义 是当年的副市长 所以就有红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你红色是有渊源 对有家庭的这种 从小外公跟我讲很多故事 他因为是老红军 在尊义又是一个比较革命的根据地 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长征 过雪山草地的故事 那个时候觉得很教条 就是好像是在教我什么事情一样 可是后来通过我拍摄一系列的 这种历史的作品 我发现他都是很鲜活的 对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生活经历 比较曲折 因此我就觉得 这个教育背景在这个地方 是个很值得谈的话题 好比说你看有这个红色家庭的背景 但是通常我们认为 就是说刘胡兰 要是到了香港的商业社会 要去拍商业片 需要做裸露的演出 那么这个红色胸怀跟那个 就当然有些网友认为那叫黄 对吧 说红和黄怎么能够是不是拧巴 你是怎么会顺畅过来的 我觉得还是 我们说的这种商业片 或者因为香港是分级的 就像美国有二级的片 那他跟我们想象中的那种 完全是比较暴露的电影 是totally不同的 因为在香港 你比方说说一句脏话 粗口或者太过血腥 或者很暴露 那就会变成三级 那实际上 它是一个分级制度的不同 那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三级也是有限制的 三级某些镜头都是打 打那个 对打格仔 打马赛克 打马赛克的 对不对 否则的话就叫四级了 对对对 四级是不合法的 是这样 所以他就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我们现在网友想象中的那种三级 所以我觉得性感本身和暴露 它还是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它出发点就不同 因为性感 它只是可能展现一种角色的性格 特征 它跟武打片 跟搞笑片是一样的 你心理上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比如说 好像很多网友 你看从他的事里边 真是可以很精微的去分析 人的心理 就是说 比方说很多网友说 说政协委员 或者拍主旋律的 但是访问你的时候 我注意到你说 就是我当年在香港拍这些戏 我是三点不漏的 从来没有漏过 对 那你认为三点不漏是个界限 就是说 或者说我再问你 如果三点漏了 今天就不能当政协委员 你是不是也是这么想 我不这么想 我从来也没这么想过 我当年不漏 不是因为我要做政协委员 我根本没有想到 有一天我要当政协委员 因为这个东西 也不是你想就去当的 而且那个时候 我想都是十几年前 你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远见 反正我是没有 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 所以 be truth 我当时想的就是说 对于一个女性来讲 我做任何事情 有我自己的底线 就有自己的原则 我不漏就跟我当年拍花花公子 我不拍一样 道理是一个道理 当年在美国参加过 好像三次美国那种中华小姐 不是我们疯狂的中华小姐 美国华裔小姐 都得了三个冠军 是吗 说花花公子杂志找的拍封面 给很多钱 25万美金 当时是 25万美金给我拍一个封面 当时我很穷 我大概打工一个小时是6块钱 美金 然后一下给我25万美金 我还是挺挺心动的 说实在话挺心动的 那为什么不拍 为什么 当时就觉得还是过不了 我自己最关 那没有 那倒没有 就是觉得我脑子里面 以前从来没想过 到美国来拍个花花公子 突然给我这么一个job 我觉得我 好像不太适合我 就是这样想的 其实花花公子也不一定 因为据我知道 我们认识的作家 他里面也发文学的文章 花花公子 而且我也认识 有作家主动愿意去拍 对 老公还支持 是 有的 有的 其实你知道吗 我最近我有一个爱好 在我苦闷的生活中 我得到了一个快乐 就是看那个跟帖 你知道 看那个新闻后边的那个跟帖 他这个说的话 当然是很操 对吧 很不好 这些话 但是你有时候也不能不佩服 就是他这个民间语言的这个智慧 对 生命力 而且真的值得你们学者研究 比如说我从对彭丹事情的反应当中 我就研究出一种 我们的人民 我胸怀也挺大 小部分人民 他有个什么 比方说 是不是说胸怀红色主旋律的人 他在性方面 应该是清教徒 或者 比较 比较 就是什么 真的 或者说绝对没有 涉及过跟这个性感有关的词 好像在他们看来 有这么一种潜在的潜规则吗 你觉得 就是说 比方说 你能想象一个 演过 所以当年汤唯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演过非常性感的一个角度 甚至就说 甭说三点不露 就三点全露的 一个女演员 她能不能有一天 演一位革命女战士 我提出这个问题 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可以演 因为其实角色的不同 电影它本身就没有高低之分 它只是内型不同而已 这个 我觉得你性感跟爱党爱国 或者爱这个国家 没有什么矛盾 对吗 你怎么会有矛盾 你很时尚 说你这人穿得很时尚 你就是对国家没有情感 这里还有一个最基本问题 就是你刚才讲 那个三点露 跟艳心 跟性感是两回事 这我同意 色界的三点露 可是它是个严肃的文艺 我说的 那么我再具体一些 就是艳心 就是演过 以性感为噱头的片子 意大利曾经有这么一个 后来做了议员 对 对不对 意大利有一个艳心 后来做了议员 你不要说这个了 这个阿根廷著名的贝隆夫人 她当年还是妓女的 但是当然 她当了总统夫人之后 只要她那个时候 不是妓女就可以 对不对 但是你看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这些东西不能画等号 所以很有意思 就是他们现在看到 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人看到 彭丹演的红色影片的造型 他们就会产生这种丰富的联想 我们也可以看看她的造型 是吗 有两个照片 你看挺漂亮的 这是演什么 警察 这是一个人民警察 人民警察 国际刑警演的一个 对 再看下边 这是南尼湾 这是南尼湾 对 最近的这个作品 我演一个女战士 苗子 好 从25岁演到95岁 这个跟战马很亲切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真正的宠爱 能让你的心彻底迷醉 舌尖弥漫诱惑的滋味 深于新的无上宠爱 地中海 欧利威蓝 特级出榨橄榄油 Olivella 再有一个 就是很多人会对你有的攻击 就可以说 觉得就是说 你到底是胸怀 还是为历史图 比方说去研主权力 是因为主权力 资金还是机会 有利可图 就像有些人认为 有些明星去当政协委员 也是因为有私利可图 你怎么想 主权力是弱势群体 怎么会有利可图 你要拍 像我拍了15年主权力 大家可能听说过 这些片子的名字 但你都记不住 这个演的角色的演员本人 你想我拍张思德 拍铁道游击队